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微信公众号 个案说法让法律有态度 有深度跟有温度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关注 父亲为孩子买奶粉而闯关卡 违法吗 近日有两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在视频里 一名驾车男子在靠近防疫检查站时 下车称自己要去给孩子买奶粉 希望予以放行 在遭到拒绝以后 男子驾车闯卡而去 而另外一段视频显示 驾车男子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 依送给了另一群警方人员带走 男子给孩子买奶粉而闯卡的行为 到底是否涉嫌违法犯罪 就着相关的法律问题 今天我们就邀请 山东元恒律师事务所程大磊律师 后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程律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 好 非常感谢程律师 这名年轻的父亲为了给孩子买奶粉 就闯了关卡 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涉不涉嫌犯罪 我觉得可能首先是不是要明确一点 就是他在闯关卡以前 他有没有向有关的部门啊 或者社区啊 申请 就是他急需奶粉 喂孩子 是否又得到了批准 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才能判断 他闯关卡的行为 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是吗 是的 首先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 这段视频中的父亲啊 他是为了给孩子购买奶粉 而闯 抢的这个行为 他是不构成任何犯罪的 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 父母有抚养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这个也是我国民法典中这个对父母权利义务的一个规定 因为这个在网络上所流传的这两段视频的内容有限 我们就不能了解到更多的情节 但如果假设这名父亲在此之前 他就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外出去购买奶粉 或者是去申请社区人员帮助他购买奶粉 但如果说最终却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 而家中的这个孩子又急需奶粉去生存 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去擅置床下 并且通过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名父亲是持刀床下的 而如果说是机械的适用法律的话 那这名父亲的行为就很可能会涉嫌 自然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如果说情节严重的话 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刑法中 关于这个妨害公务罪的相关规定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这名父亲床下的这个前因后果来分析 这名父亲他是为了给他的孩子去购买奶粉 被逼无奈之下才床下的 这个与我国这个法律规定中的这个紧急避险的情况很类似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刑法和这个民法典中都有对于紧急避险的这个相关规定 只是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但是这个事件却可以参照紧急避险的条款进行试用 将这个给子女购买奶粉的这种行为作为主缺性违法的一个室友 对这个行为人兵当进行处罚 因此我认为这个就这个事件是可以参照紧急避险的这个相关规定 也没有必要对这名爸爸做出性能处罚 批评教育就已经足够了 那如果是说这个男子他之前他就没有申请要去购买奶粉 或者是说直接就闯了这个关卡的话 那这种行为也不应该受到处罚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名父亲他不管他有没有请求协助 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去请求 有没有去这个找社区人员 这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仍然是一名父亲 为了给孩子购买赖以生存的这种奶粉 但是如果说有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说可以向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或者防疫人员求助 去帮他代买奶粉 或者是通过外卖等方式吧 能买到奶粉的话 那就没必要采取这种极端吃到床卡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显得有些过激 而且在实验当中 就这种行为 如果说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 但是他却没有 而是采取这种过激 这种极端的方式去解决的话 实验当中就很可能会认为是构成了一个违法行为 如果严重的话 可能还会涉嫌妨害公共罪 但是如果说这名父亲他穷尽了所有办法 还是没有买到奶粉 他无奈之举才进行床卡的话 这种行为我认为就不应当构成任何的违法或者犯罪的行为 那么这个案件呢 白沟新城公安网络发言人的消息 就是说他们也经过核实 这名男子呢是因为驾车持刀床卡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但是呢公安机关考虑其特殊情况 仅仅对他处以了罚款100块钱的一个行政处罚 您觉得这个处罚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法律依据 通过这个新闻的后续报道啊 可以看出这个当地公安也考虑到这个案件 这个事件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对这名父亲是处于罚款100元的这种行政处罚 但这个结论可以看出 这个当地的公安机关仍然是认定 这名父亲的行为是构成违法的行为 但却象征性的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 可以看到这个当地公安还是考虑了 到这个案件的一个特殊性 也可能会担心后续更多人会效仿这种行为 于是就做出了这种看似轻微的处罚 从这个法律据上来看 当地的公安机关应当是适用的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50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但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公安机关是可以处警告 或者是200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情节严重的是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这个当地公安对这名父亲罚款了100元 看似是很轻微 但是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 它最轻的处罚是警告 其实我认为这个对这名父亲是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处罚的 但是这个当地公安并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我们也无法推测这名父亲是否是穷尽了所有的办法 仍然没有买到奶粉 而最终才选择看似过激的行为去给孩子购买奶粉 我认为如果确实需要处罚的话 那么对其进行警告也足以吧 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就是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啊 发生过就是被管控的人 他为了看病就去闯这个关卡就医啊 等等这样的事件发生 什么情况下就是这样的行为 他是受法律保护的 什么情况下他是要被受处罚的呢 其实这个就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 因为这个每一个案件都有不同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在我国法律中 他有关于紧急避险的这个相关规定 但是刚才也提到了紧急避险 他是只是在刑法中 以及这个民法典中有相应的规定 这种紧急避险就是考虑到在紧急的一个情况下 当面临着自己的这个权益 或者国家或者集体的权益 遭受严重损害之时 他迫不得已去损害另一方的相关的法律 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对他的这种避险行为进行处罚 就好比本案中 对这种强行闯卡的行为 就不应当进行处罚 这个另外法律 他有一句西方的法院 叫做法律不强人所难 通俗的来讲就是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去做他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其实这个这个法院是在刑法中的一个规定 讲的是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放在这个民事领域以及这种刑事领域 也是可以适用的 当一个人他面临着急需就医的家人 如果说不及时的送医就很可能面临死亡这种情况 而另一边又是因为防疫的政策要求不得外出的规定 当二者相冲突时 当这个生命权和健康权和这个防疫政策发生冲突时 我认为挽救生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这种防疫的政策 因为这个生命只有一次 失去了他就无法挽回的 所以说绝大多数人在面临这种情况时 都可能会选择铤而走险的这种床下的行为 宁可冒着被处罚甚至会被判刑的这种风险 他可能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或者子女 因为得不到救治 因为没有奶准吃而面临死亡的这种风险 由于这个近期这个全国这个各地的疫情也反复的出现 各地的防疫政策也升级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种通心的事件发生 就好比前天这个蓝州的一位这个煤气中毒的这个男孩 仅仅三岁 因为没有及时的就医 却耽误了这个宝贵的抢救时间 最终趋势的这种事件的发生 其实这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甚至说很多是因为人为的因素 才会导致的这种严重的破过 所以说这个还是希望 让各地的这种防疫和执法部门 在面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更多的更加的去进行人性化的这种防疫和执法 不要让这种悲剧啊在在线了 中国疫情防控的成绩在世界上有目共睹 中国本土的新冠死亡率每10万人口只有0.4人死亡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但是防控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如果因为防控政策导致死亡 甚至其他危害结果 那各地的防控工作就值得反思 好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山东元恒律师事务所 陈大磊律师 那更多的案件解读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另外您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都欢迎您添加1597482767 这部手机号的微信号向我们进行咨询 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专业资深的律师进行解答 好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